治療猴每个人都爱吃 但你们了解这种顽皮的生物吗 那么它都有哪些神秘之处 怎么做才滋滋好吃 本期视频大解密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郭 你们吹更的治療猴来了 为啥攻击你这么慢呢 因为这玩意真不好拍呀 我必须给保重视频 愈娇愈乐 亚俗共赏 治療猴大家并不陌生吧 它就是茶内落成 茶内署名叫治療 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叫法 在大连俗称秘密卡 不知道你们当地叫啥 今年可能是天热的原因 治療猴比较发辣 天杠茫茫亮你就挺 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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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 美梦总是被这个残叫声所打断 在重届治療猴应该算是 比较央颜容易接受的一种美食 它的身体还有很多神奇的部位 咱们进行一个抛吃一体 来探索一下 残一共分为三种形态 金蚕白蚕黑蚕 金蚕是蚕的幼虫时期 称之为弱虫 盐们俗称治療猴 因为它没有建立过永的阶段 所以属于不完全变态生物 这个阶段会根据蚕的不同品种 会在泥土里面一直生活2到17年 在每走有一种周期蚕 就能在地下一直生活17年 在虫界也算是长寿之虫了 大多数的治療猴会在7到8月份之间 晚上7到8点的时候 破土而出 会分辟的往树上爬 这个时候就是抓猴的最佳时间段 带上手垫头等就可以一个一个的捡了 治疗猴的外部特征与成虫基本相似 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这对钳子 特化的更为发达处大 形式一对大鳌 这样就更有利于挖掘打洞 在它的背甲中央会有一道缝 这道缝就是它的褪壳线 羽化的时候就会从这道缝正开 重点来了 治疗猴如何区分公母 仔细看如果尾部有缝的就是母猴 如果没有缝则为公猴 母猴的右朵 折朵吃起来会更像 它的内部结构各个器官还没有发育定型 体内还有大量的血液和白色降装物等营养机体 但只需一许 内部的器官就会彻底的发育定型 那便是金蝉脱鞘石 来让我们一起见 金蝉脱鞘石 已经被感染了 加拿一些 关闭形模式 刚雨化的蚕,外壳还很游远,很脆越,体表的色素还未生成,这个时期的蚕就称之为白蚕,嫩皮蚕,神仙蚕。 雨化的时候如果不慎掉落,就会成为蚂蚁的霉蚕,抓白蚕的时候最佳的时间段是晚上11点左右,夜间补蚕,一定要做好防蚊虫叮咬的措施,要不然就会像我一样蚊子轻轻一扫,瞬间就咬两个硬臂大的大宝。 来,我们说一下雨化,雨化并不是简单的驱赶的过程,雨化前的翅膀就像纸团一样被压缩团在一块,蚕在雨化的过程中会每隔几分钟抖动挣扎几下,这个挣扎的过程正在打通印度二脉, 让血液得到充分的循环,当血液流经翅膀的时候,会通过翅脉将翅膀撑开,这就是雨化,如果没有脱壳挣扎的过程, 引共将壳爆开是雨化不了的,经过了一许,蚕的几钉质外壳已经硬化,颜色变身,这个时期的资料猴彻底变成了灰肺的蚕,俗称黑蚕,抓成虫蚕也是有技巧的, 先准备个竹杆或长点的梳纸,再一头裹上卫生纸,再沾一圈两面角,看我是怎么抓蚕的,发现目标,用流行掌轻轻一掌,哎,没跑 割抓蚕的水平好有一笔,老太太行大笔听,手拿把掐 这种蚕是比较常见的品种,叫斑偷刺蚕,特点就是背甲上奋布黑绿相间的斑纹,腹部有一层白蜡粉,叫声就是 它一共有五只眼睛,其中一对大的是腹眼,长在头部两侧,还有三只单眼,像红宝石一样, 像嵌嵌在了脑瓜门子上,头顶长有一对钢毛状的触条,它的嘴很特殊,和蚊子一样都是刺吸吸口气, 只不过蚕是靠吸食树木的枝叶作为食物,这类猴同样也有症状的口气,因为生长在泥土里,所以吸食的是树根的枝叶 问题来了,你们认为这类猴算是一层还是二层,口气看似简单,其实结构相当的复杂 口气由唇脊和症状的肺组成,唇脊分为长得像内巴萨尔的后唇脊和下方长得比较小的前唇脊组成 会是由根部推化的上唇和下唇特化层的口枕窍组成,在口枕窍内部藏有四根口枕,通过解剖我们发现长虫的口枕只有三根 为何少了一根呢?其实并没有少,中间的那根是由一对特化的下额嵌合而成 如果解剖刚推壳的产,你就会发现有四根口枕,这个时候中间的一对下额口枕还没有来得及嵌合定型 在口枕的内侧有一大一小的中枕,当嵌合的时候就会形成一大一小的两个桶道 大的为食物道,小的是唾液道,既然有唾液道,那么就会有唾液线 这个呈续装的部位就是它的唾液线 剩下的两根口枕是由上额特化而来,头上长有锯齿,主要用于刺破树木的表皮 在口枕的根部还有一个小折套,它的眼部具有强有力的吸泵功能 可将植物的枝叶通过食物道吸入到体内,这就是蚕的进食方式 蚕周围昆虫一共有六条腿,每条腿上都长有两个锋利的爪子 这样就可以牢牢的抓住物体,在腹部两侧长有两排白色的小点 这些点就是它呼吸用的气门,一共有十对气门 从刚推完的壳就能看出来,这些白色的色装物就是连接到气门的呼吸管 腹部拔对,胸部两对,共死对,这些推掉的壳叫蚕蚕,可作为药材 还有一种蚕花也可以入腰,属于虫草的一种 是蚕里青霉菌寄生在弱虫上所形成的虫草复合体 重点来了,橙虫蚕如何区分工膜 一看尾部,母蚕的尾部呈肩形,而公蚕的尾部呈圆形 母蚕会有一个症状的蚕卵器,形式大宝剑,非常的锋利 蚕卵器的根部是它的胶配口 尾部最末端有个小白点,这是它的小皮皮 蚕以吸食树枝为食,所以它拉不了粑粑,只能拉尿 尿也不买它,是可以吃的 母蚕蚕蚕卵的时候会将蚕卵器吃入到树枝里进行蚕卵 蚕卵后的字条上会有成排的刺孔 卵就藏在这些刺孔里面 这些像白芝麻粒的东西就是蚕的卵 放大看,这些卵已经开始发育了 小只蚕猴一旦腐化,就会从树枝里面爬向地面 钻入泥土便开始漫长的地下生活 这就是刚孵化的小只蚕猴,也就两毫米不到 长得还算卡哇伊 刚剩下来就有发达的钳子 把这些小猴都养起来,等后年借着抓 来,我们再看一下公蚕 公蚕的尾部有一块生枝板 主要是保护里面的加油枪 把尾部蹭出来,会发现有一根正状的部位 这就是它的加油枪 放大看,头部醒是一个抓囊 这个像爪状的部位是它的抱握器 在脚配的过程中,可以牢牢的耗住母蚕 公蚕还有个特别之处,就是能够发出叫声 但母蚕不会,公蚕拥有一个天然的大喇叭 喇叭有很多的零件组成 这两片副板,称之为烟盖 把烟盖拿掉,有两个白色的膜,叫褶膜 褶膜很薄,富有弹性 褶膜的下方就是一对听膜 搭下来,大家就能看清楚了 褶膜和听膜在残明的发生和公正中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仔细看,它的腹腔几乎是孔的,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共鸣式 它的发烟器在腹部的两侧,称之为鼓式 鼓式由鼓盖和鼓膜组成 鼓膜是一个阴重带翠的几定质结构 也叫发声膜 这个位置型的部位是它的两条发烟机 在发烟机的两端分别固着生长着一个椭圆形的几定片 有点像海螺眼的结构 其作用就是为了固定几定片上的拉饼 阴记,几定片,拉饼与发声膜都是长在一块的 它的发烟机制是这样的 发烟机收缩产生一个上下的力 通过拉饼牵扯发烟膜 使发烟膜产生振动 振动产生声波 听到声了吗? 声波通过腹腔的共鸣式将其叶量放大 不同种类的馋 发烟机的收缩频率和收缩幅度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交声的大小和节奏都不同 这就是馋的发烟机制 好了,我们再看一下馋的内部结构 它的胸部没有什么内脏器管 主要都是肌肉 大部分的脏器都在腹部 心脏位于背部中央为一长条形 这是心跳的样子 心脏的下方是胃盲囊 学术上把胃盲囊的前短称之为绿四 后短称之为椎体 这些发黄色的管子是长线 很薄很翠月 发白的管子是马斯管 一共有四根 它的直肠成胆状 里面状的都是残料 如果是母肠的话 腹部两侧为卵巢 都是大米 这个凸起的部位是它的胶配囊 如果是公肠的话 会有像方便面一样的金巢 卵巢和金巢 味道都嘎嘎香 肠的身上没有不能吃的地方 都是可以吃的 那么怎么做好吃呢 没有比油炸更好的做法了 你们盲猜一下 金肠白肠黑肠哪个会更好吃 炸了咱们尝一下 第一步必须焯水啊 都搞里头 焯熟了捞出粒杆 起锅烧油 三四层的油温就行 三蝉铜炸再把大蒜和太椒串搞里头 上回用这个方法炸的大支煮 我觉得味道不错 炸至表面金黄素脆 撒上烧烤料 来开灶 讲了这么多呀 就为了最后一次 我作为美食博主必须一吃为主 先尝个小好后啊 闻的就香 外酥里嫩 这个大小正好啊 一口一个 昆虫蛋白就是不一样啊 口感细腻 口齿留下 但这个东西蛋白质过敏的银群 不要轻易尝试 这个玩意可是高纯度的买啊 民间有把金蝉比喻成唐生柚的说法啊 说明它这个燃养价值 相当高啊 现在这玩意可贵了 一块多钱一个 尝一下白蝉啊 这个可是新鲜蝉啊 嗯 这个皮呀 就更酥了 完全吃不到那个义务感 吃到嘴里面是一种香甜 越嚼越香 这个好吃啊 这么说吧 白蝉 是我目前吃过虫类食品里面 最好吃的一个 再尝一下这个黑蝉啊 这个翅膀呢 可以一块儿燥了啊 已经炸熟了 皮呀 还是有点硬啊 吃到嘴里面有那种 扎不拉起来的感觉 吃不到肉 跟吃那个鹅子一样啊 除了皮就是皮 黑蝉 不好吃 做总结啊 这三种蝉呢 我觉得白蝉排第一位啊 完了是振了猴 黑蝉 我就不推荐了 好了 完了本期视频展示到这儿啊 下期见 拜拜